你每天摄取的益生菌真的足够吗? 市面上各种益生菌产品琳琅满目 每种都声称对健康有奇效 然而,正确的摄取量是多少? 如果摄取过量或不足会有哪些影响? 大家好,这里是强身健体频道 探索任何你想象到的身体部位 今天要说的是益生菌 益生菌是对人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 主要存在于我们的肠道中 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吸收营养并保护我们免受有害菌的侵害 常见的益生菌包括乳酸菌、双齐杆菌酵母菌等 1.乳酸菌最常见的一类益生菌 存在于优烙乳、泡菜等发酵食品中 能说明消化和增强免疫力 2.双齐杆菌主要存在于婴儿肠道中 能够抑制病原菌的生长 改善肠道健康 3.酵母菌 这种菌类不仅存在于发酵食品中 还用于酿造啤酒和制作面包 1.促进消化吸收 益生菌能够分解食物中的复杂成分 使营养更易被人体牺牲 例如乳酸菌可以分解乳糖 说明乳糖不耐症患者更好的消化乳制品 2.增强免疫力 益生菌能够刺激免疫系统 增加抵抗力、减少感冒等疾病的发生 研究表明 某些益生菌可以增强体内抗体的生成 提高机体的防御能力 3.调节肠道菌群 益生菌可以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 预防便秘和腹泻 健康的肠道菌群 能够抵御病原菌的侵入维持整体健康 4.改善皮肤健康 研究表明 益生菌可以减少皮肤炎症 改善皮肤品质 某些益生菌可以通过调节 肠道健康来改善皮肤状况 如减轻挫疮和湿疹 5.心理健康 益生菌通过肠脑轴 对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一些研究发现 特定的益生菌可以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 改善情绪状态 根据科学研究 成年人的每日益生菌推荐摄取量 约为10亿至100亿CFU均落形成单位 不同益生菌产品的含量各不相同 因此需要仔细查看产品标签 确保摄取量符合建议 1.10亿CFU 适用于日常维护健康 特别是对初次接触益生菌的人群 2.30亿至50亿CFU 适用于有特定健康需求 如消化不良或免疫力较弱的人群 3.100亿CFU级以上 适用于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的短期强化补充 如在抗生素治疗期间或严重肠道失调时 1.发酵食品 如优烙乳泡菜 外蹭纳豆等 这些食品富含天然益生菌 容易被人体吸收 优烙乳一种最常见的益生菌食品 富含乳酸菌适合大多数人日常使用 泡菜富含多种益生菌 尤其适合喜欢发酵食品的棚 有 味噌 日本传统发酵食品 含有多种益生菌和酶 有助于消化 纳豆 富含纳豆基酶 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2.益生菌补充剂 市面上有各种形式的益生菌补充剂 如胶囊 粉末饮料等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非常重要 胶囊 便于携带和服用 适合需要精准控制摄取量的人群 粉末可以加入饮料或食物中 适合不喜欢吞眼胶囊的人群 饮料方便饮用 适合快速补充益生菌 虽然益生菌对健康有益 但过量摄取也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如 1.肠胃不适 过量益生菌可能导致腹脏 腹痛等胃肠道不是症状 特别是对于肠道敏感的人群 可能会感到不适 2.免疫反应 在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情况下 过量益生菌可能引发不适当的免疫反应 某些人群可能对特定菌株过敏 需谨慎选择 1.普通成年人 每日食益至100 ECF 有根据自身健康需求 选择合适的摄取量 2.孕妇及哺乳妻妇女 在医生指导下适量摄取 某些益生菌对母婴健康有特别的益处 如改善肠道健康和增强免疫力 3.儿童 适量减少 每日约5亿至51 CFU 益生菌对儿童的肠道健康 和免疫系统发育有重要作用 4.老年人 根据健康情况适量调整 老年人免疫力较弱 适当补充益生菌 有助于预防感染和改善消化功能 1.高纤维饮食 纤维是益生菌的食物 有助于它们在肠道中繁殖 建议多吃蔬菜 水果全穀物 蔬菜如菠菜 胡萝卜 芹菜等 富含纤维说明益生菌繁殖 水果如苹果香蕉 梨等 不仅富含纤维 还有一生源 促进益生菌的生长 全穀物如燕麦糙米 全麦面包等 是纤维的良好来源 2.避免高糖高脂食物 过多的糖和脂肪 会抑制益生菌的活性 影响它们的健康效益 高糖高脂饮食 会促进有害菌的生长 破坏肠道菌群平衡 1.查看菌株种类 不同菌株的功能不同 应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菌株 乳酸菌 Lactobacillus 有助于消化和免疫功能 双齐感菌 Bifidobacterium 有助于肠道健康和防止便秘 氏酸乳感菌 Lactobacillus acid philus 常用于缓解乳糖不耐症 2.注意CFU含量 选择CFU含量适中的产品 确保每日摄取量 在建议范围内 产品标签 3.查看产品的CFU含量 选择符合推荐摄取量的产品 3.关注生产日期和保存方式 益生菌的活性受储存条件影响 应选择新鲜妥善保存的产品 保持期 选择离生产日期较近的产品 确保益生菌的活性 储存方式 某些益生菌需要冷藏保存 避免高温和阳光直射 近年来 关于益生菌的研究不断深入 我们了解到 它们不减对肠道健康有益 缓可能对肥胖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 多种慢性病有积极影响 未来 益生菌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1.肥胖与代谢综合症 研究发现 特定益生菌可以 帮助调节体重和代谢功能 预防和治疗肥胖及其相关疾病 2.糖尿病 某些益生菌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说明控制血糖水准 3.心血管健康 益生菌通过降低血脂 调节血压等机制 有助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4.肠脑轴 益生菌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研究不断深入 有益应用于抑郁症 焦虑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 今天我们详细了解了益生菌的作用 推荐摄取量 以及如何选择适合的产品 希望这些资讯 对你的健康管理有所说明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价值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 当接收最新的视频更新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